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爱丽莎的晨间客新闻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世界先进首座12寸晶圆厂 抢占车用晶片 三名消息人士告诉日经亚洲称 台积电转投资的世界先进 即将赴新加坡 新建旗下首座12寸晶圆厂 此前世界先进于2019年以2亿3600万美元 收购位于新加坡的美国晶圆大厂格罗芳德 该工厂专门生产各种感测器 这间成熟制成的8寸晶圆厂 目的是要抢供汽车电计划 以及所有电子产品对相对成熟制成晶片的工业应用 因此世界先进的12寸晶圆厂 只要供应汽车相关晶片 拆机店因为有该公司28.3%的股份也有望受惠 阿丽莎的成见课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啰掰掰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马上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再到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集第二份薪水 我们下词备见 那么可以跟牠躺的一样 股票分析